看到现在的民进党到底怎么回事了 竟然也发生了有这样子的崩坏 在民单在嫁衣吗 这是赵介佑嚣张的事迹 一一被翻出来之后 也揭发出了蔡政府的绿黑共治吗 兰尾就爆料说蔡英文没有派系 就靠这些地方的势力 包刮了黑道来保住大卫 而赵介佑不只是染黑染毒 现在又被挖出来当了替代役 他居然还逃兵了 一二三 绿营权贵赵介佑闯警局黑道背景连环报 如今再被爆料是逃兵 他早在2018年入伍 先到监狱服替代役 却善离职务 第二次改掉北投区公所服役 又因为七天没出勤被法办 还有八个月的疫情没服完 会白分发到北投区公所 是因为他有结婚有小孩 偶尔就会没有请假就没有来上班 蓝营踢报赵介佑找被警方列管驻记是北联邦成员 父亲赵应光自己也承认 认识北联邦朋友 年初吴一农登记选主委赵应光全程陪同 如今吴一农却扯说看新闻才知道赵家背景有黑道 网友调侃这个党很厉害 可以轻轻松松抓出谁是中共同路人 却看不出身边的人是黑道 偏偏赵介佑爸爸还感谢绿委和志伟 昨天评委会没有对我儿子做出决意 我非常感谢何思维委员的力挺 有生之年我会全力支持你们家族的任何选举 你的感谢其实到底在感谢什么呢 你们用黑水来泼人这样子是不道德的 绿委呛赵家泼黑水认证赵家是黑道 赵家又感谢绿委乡挺 岂不坐实绿色黑色一家亲 黑道治党黑道治国很接近了 蔡英文在民进党内他没有派系 所以他引进地方势力进来 包括他过去有黑道的背景 他都照单全收 事件爆发赵应光急忙辞去 民进党北市党职 兰英讽刺因为怕烧出更多的绿黑共治 记者林翔成经理台北查报道 最近中轮派出所跟北投分局 所爆出来的警纪问题 外界就很关注了 是不是要撤换北投分局长 以及传出了警政署长陈家钦 要台北市警局长陈家昌提早退休 台北市长克文哲对此则是回应说 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有理由 他有所批评说 现在经常是在处理新闻 而不是在处理问题 台面上看到的都是政治表演 为什么要拒绝换掉北投分局长 不是啊 做什么事情要有理由 不然换掉他的理由是什么 市长你又觉得陈家钦叫出去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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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要把他换掉理由是什么 你要判人家死刑也要有 要有罪状啊 要有判决数啊理由是什么 那你有觉得陈家钦不尊重吗 我刚才问那个题目 拔这个拔那个要有理由 这个不是要绿色连线 那本来就是民进党的 都还有保民进党 平常就好朋友 这样就很正常啊 通常就是在处理新闻 不是在处理问题的 当然像我们出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不要急着生气 你就说这个不管从录影机的管理 我们会做 我都会再重新要求他们写检讨报告 然后一个去改掉 这才是要做的 至于说在现在 开除那个开除这个 到底你是 第一个你是确定 你看到的是你看到的吗 到底事实真相是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就常常就在做政治表演 就很讨厌 赵介佑担任民进党党代表 但是呢 他依然是犯案行径 很嚣张 他竟然是逃兵 而且呢两度逃逸 躲了三年的时间 前民进党立委 郭正亮就透露了 台北市党部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行为 竟然都没有依党规来处理 这显示了 他的后台势力很庞大 从入党参选那一刻 你就不能再做违法的事嘛 那现在赵介佑这个案子就非常严重 就是说 你20166月你就选上党代表 对 那党代表任期是两年 那结果你隔年就放案 立刻放案 那为什么市党部没有处理 这个市党部不可能不知道 不可能啦 那至于要扯到赵阴光 平昭 还有赵新渝指引长 我认为这个是过头啦 那当然我也可以理解社会观感啦 比如说苏正清那个案子那就 苏家全就 虚出力啊 对不对他就 就掰了嘛对不对 那不然他也是前途光明啊 那赵阴光 我当市长这个平昭他也很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他今天就迟迟了 可是我觉得赵阴光 你不能说赵阴光是黑道啦 那赵新渝绝对不是啦 就是有认识啦 有识识啦 不亲戚嘛 对啦 赵新渝我认识他很久了 他也曾经参选过 那只可疑初选没有过这样 他蛮优秀 他这一次好像本来也想 他可能会选 明天就还是会选 他实际上执行长也干蛮久的啦 其实蛮优秀的人啦 所以我是觉得不能这样去 比如说他们大概知道赵阴光不是个好孩子啦 这个他们家族都知道啦 可能不知道有严重到这个程度啦 因为这次爆开是因为 他把人家吃毒害死一个小孩嘛 然后那边的人不爽 把他掀出来 来开枪嘛 那就爆出来了嘛 是这样爆出来的 那你怎么会过分到这样嘛 那这个当然没有人能够接受啦 可是我觉得 这次没有人能够接受 当然就依法办理嘛 可是大家要追究的是说政党应该 他的自我要求应该是高于法律嘛 那你2016年6月当党代表 一路放案到2020 为什么没有被开除 那我觉得这个要追究 还有党籍 这个就是说 至少市党部党代表还当一届啊 还当满 到2018当满都没事啊 你怎么没有开除呢 然后他当党员也都没事啊 所以是犯案啊 一直犯案啊 那这里当然市党部有责任啊 中央党部也有责任啊 所以我是觉得 你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追究 那这个就是不彻底了 就是跟黑 没有这个深入去检讨 到底那个力量在你的党内 到了什么程度 两个这个说得好 就是这样 到底那个力量 什么力量 就是为什么可以让他 我说实话 从这么年轻 就有这样的职务 当然这职务不是说很友情 还怎么样 但总是可以 运作一些事情嘛 什么样的势力 然后让他出 我当后来去当选对会 那个就可以影响提名啊 对啊 是啊 而且因为他父亲的关系 他父亲其实影响力蛮大的 地方上很多人都认识他 那他父亲总是会把他带在身边嘛 对啊 也是想要培养一下 当然是啦 哪知道这个 所以警察警戒的人也很多都认识他儿子 他们拨打才 tener什么 要看 已经有神 现在 燥 因为 这